雖然泰國軍事委員會禁止大型集會 但安全部隊在星期日繼續與反對政變的抗議者發生衝突 軍人星期日上午在首都曼谷採取拘捕行動 引發肢體衝突和數以百計示威者憤怒 白玉將軍領導的軍人政變 在星期六解散了該國一部分經選舉產生的參議院 在較早前一天,他任命自己擔任總理 另一名陸軍事委員說他們的行動對恢復秩序和推動政治改革是有必要 泰國軍人政權星期六宣布將會繼續扣留前總理英陸 和其他被罷免政府官員,時間可以長達一個星期 泰國的軍事政變受到國際社會批評 美國國防部在星期六宣布取消正在進行的美泰軍事練習 以及美泰軍事官員的訪問計劃 由於泰國政變,美國已經暫停向泰國提供的350萬美元軍事援助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